歡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一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 《運用表情符號有助或無助溝通》 由正方家樂薩書院對反方播度書院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辯緣 正方隔方主辯黎耀樂 第一輪編林樂程 第二輪編林樂詩 傑編陳柏蓉 月方主編羅恩 第一輪編黃心瑜 第二輪編葉晉謙 葉劉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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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 可峰中學辯論隊教練 烏易薇小姐 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副隊長 馬化洪先生 那莎書院中文辯論隊前隊長 本場比賽分為主編台上法問 一副二副台下法問 結編共六個環節 台上編員發言時間為4334 每位台上編員發言時間 結出前30秒會有一丁提示 這個丁就會由我人口丁 到時候如果有30秒的時候 我就會丁 並露出這張30秒的字 那 如果這麼多位同學 那就要留意清楚 或者要留意主席的提示 如果不是的話 通常如果發現有什麼爭議的話 雖然可以及後向賽會反應 但希望各种各样的同学尽量留意 30秒会有一丁的提示 叮完之后,时间到 叮完之后和看到这张30秒的纸之后 就可以继续 只剩30秒时间,时间到了就会有两丁的提示 就是叮叮,而且会有一张0的一张纸 同学都要留意 如果过时15秒,就会有三丁的提示 就是叮叮 介绍一本人将会打断变缘的发言 并且提醒评判去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给这么多参赛的学校 请问双方的主辩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没有的话,比赛正式开始了 记住今场是有 主席 我想建议你,如果你是会举一个30秒 你可能试下评论你试下讨论 超过参赛规判 好,明白 所以如果不容易 那种符合 如果我们的赛规则都不太效 所以我怕你会遮掀一些资料 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下 你可以不解议 没问题 今場我們在開始之前就提醒大家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希望各個雙方都確保你們的網絡穩定性 因為如果到時是忽然間斷了網絡的話 我們就會等待的 但是就會延遲了賽會的繼續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確保你們的網絡穩定性 其次今次的比賽我們是有一個英文詞語豁免的清單 早前就已經透過你們的聯絡人發送給你們 我現在可以說一次這些有些外語是可以豁免可以用的 包括Emoji、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Twitter、LINE、 給Like、Sticker、OK手勢、XD 除此除了這些詞語之外 今場比賽是禁止使用任何其他英文 請問雙方同學有沒有其他英文詞語是需要向賽會申請 希望得到豁免的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記住評判留意除了剛剛提及到的詞語之外 如果雙方同學用了其他英文的話 都要去扣分的 扣分是分別扣1至5分 視乎評判的情況而去決定的 你再說一次 如果你需要那個豁免的詞語的話 我可以發送在checkbox 這樣就可以讓你就比較清楚一點 主席我想問一問 如果是人名、書名、專有名詞的 那些是否需要申請 人名、書名和專有名詞 專有名詞是說的 那些是報告的名字 是英文來的 那些就 那些是豁免清單 應該是可以用的 即是不需要申請的 但例如說什麼sorry啊 或者嗨這樣一句 這些就不可以了 好好好 謝謝 好 那請問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那也提醒評判 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那泛方分子第一格 是依發言次序去回答的分數 那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還有要記住 在比賽完了之後 就要填回街辯的分數 那街辯最好是30分 那其次就一直下去了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就有請正方 派出一位台上辯員發言 那你有一分鐘 唉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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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先請正方主辯 開始你們的發言 準備好 請向鏡頭 如果準備好的話 請向鏡頭示 2點頭示就可以了 好 開始 並 主題的各位 大家好 詹黎晶見題重點電眼 根據國際社會科學的管理期間 在現實力發表的研究提出 Emoji 題指表達表情 動物 食物 車禮物等 色彩 表行兩面題 有沒有助溝通 根據國際康星大學教授 Alan Center 提出 出現有助溝通 而要受注控為兩大範疇 第一 表達清晰準確 第二 信息簡潔完整 固執行兩面題重點在於 與網路供應最基礎的途徑 償文字比較 Emoji 作為輔助功能 能否利用信息更為清晰意備 我方贊成一方電題 原因有二 第一 捕捉文字缺失 豐富交流 在交流的想像中 表情 自體動作 語力變回 等非語言元素 會協助我們欠 理解信息 加多大學參加分校 心理學系教授 著名心理學家 艾爾伯特指出 溝通期間想接受的表訊裡 只有七個巴士來點內容 其餘的93個巴士 加完字表情 態度 動作等等 非語言元素 然而當溝通自然於網絡世界 很多的平衡發聲 根本不能在平衡時間 表達內容 以及描述自己的表情 語氣 導致理解又通差 難怪南非大學教育心理學家 Elementor也提出 網絡上常文字溝通 因為未能否答 非語言元素 會引起誤會 而Emoji並並可以來過這個缺失 例如簡單一個好跌 沒有加Emoji 可以表達滿意 委屈 甚至乎是不滿 令信息隆無無不清 加了Emoji 就可以提供多線索 讓我們準確地理解信息 例如加了深深眼的Emoji 可以明顯地表達著 滿意 開心 加了誤會 Emoji 就明顯代表著不滿 2021年7月 Adobe在7000個美國的會備調查顯示 近九成人認為Emoji 有助理解文字背後的意思和感受 難怪 或者社會科學的本領期刊 在二文一程發表的研究都說 Emoji能夠觸合接收者的情緒 消除信息其異 這方法能夠表達 情緒對溝通是否重要呢? 如果重要的話 又有什麼其他方法去表達情緒呢? 第二 突破語言階限 對於特定群組而言 文字是實外溝通的方法 而Emoji的出現 就能夠幫助他們打拖街坑 以實驗症患者為例 由於他們神經失調 因此在說話 閱讀和寫作的時候都會遇到深奈 深奈大學實驗症研究計劃 實驗症患者在盧海中的想法 沒辦法轉成圓文字 寫不到一個完整的句子 有案例就是 每當他們開口說話 都會用阿B來理解一切 有個問者肯定找不到正確的指揮 去表達心中所想 例如同學 在香港都做總實 2017年 三星推出應用直式Emoji 將溝通內容帶出為六階翻臺 感色、紀念、日常、悲祝娛樂 緊急求作 並提供超過144個日常相關的Emoji 幫助於實驗症患 給你的Emoji交代 天時 美國有超過200萬人 都日慣有實驗症 不用Emoji 有方同樣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助你操控呢? 其次,Emoji可以幫助 讀寫障患者 讀寫障患者 有一個難以致電影的差別 致致力也較少 不過難以準確和流暢地應付致電 而Emoji便可以較輕他們的負擔 所以為何一部大學 在年8月的研究提出 超過一半讀寫障患者 都認為Emoji能夠幫助理解 但是Emoji能夠更加準確 和避免誤會 準確意念 我方不是用Emoji 而是用Emoji 作為附作的角色 一方面能夠提供多線索去理解訊息 另一方面提供多渠道去溝通 再是想問有方同學 是否覺得Emoji 完全沒有存在的需要呢? 各位 各位 格方主便所用時間為3分49秒 無消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越方主便 同樣都是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 可以向鏡頭點頭示意 還是 主持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聽完有方的主便發言之後 我們不難發現有方同學 口中的有助溝通 僅僅局限於文字的缺失 和語言的階限 根本沒有考慮過Emoji 其實並不是人人的理解 是一樣的 首先 剛才 有方的主便提到 可以幫助一些讀寫障礙的人 去出盡他們的溝通 雖然Emoji的使用者看來 會覺得是可以表達到自己的意思 但接收者其實未必是理解到 甚至會引起反效果 現今很多時候 會只是傳送Emoji而選擇不打文字 是因為怕說多錯多 其實橙色深深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使用者可以想透過表達友好和友誼的關係 跟他原有的意思一樣 但接收者就會認為 這是表達喜歡的一種意思 甚至是愛意 正正就是因為表情符號有太多延伸的意思 最後反而會過分解讀 而不及單獨有文字來得直白 再者 Emoji真的有你說得這麼好 那為什麼 網絡上又會出現這麼多關於Emoji的笑話 而引起共鳴呢? 按照友方同學的邏輯 加了Emoji就等於有助溝通 那是不是越多Emoji就越有助溝通呢? 請友方同學正面回答 Emoji的誕生 最初是因為網絡上的溝通有指數的限制 衍生出Emoji去代替文字 時至今日 不時有因為Emoji而出現的誤會 但今天我方對溝通的定義有三個 第一 傳送者能夠清晰表達其意思 第二 接收者能夠完整接收和理解 第三 溝通過程盡量避免誤解 今天 隔方同學要論證到Emoji有助溝通 就要解釋到 在溝通過程中 加入Emoji 是可以令傳送者意識的訊息清晰了 接收者有一致的理解 也少了誤解的發生 否則 便題就不能成立 而我方認為Emoji無助溝通的論點有二 第一 運用Emoji容易引起誤解 疾愛溝通 運用Emoji誤解很多 當中不外乎同一個Emoji有不同的理解 可以因為代溝、文化差異 甚至熟識程度等等因素而異議 例如 年老一輩並不常用Emoji 當對方用了的時候 長輩就不容易明白其符好的用意 從而去問符好的意思 我們就需要再花時間去解釋 編離了原本正在進行的話題 溝通的效率就會下降 在文化差異方面 以史這個Emoji為例 我們一般人會認為它是形容一種 比較負面的事情 但日本人就認為因為史的發音 和幸運幸福的意思 和它的發音是很相似的 所以就認為這個符號是代表幸運 試問 大家對Emoji的理解不一樣 你想表達的東西對方接收有錯誤 造成誤解的時候 是不是有助溝通呢? 所以所謂遊客 會不會是了解對方 熟悉對方才有可能起到作用呢? 而當我們面對著一些不熟悉的人 大家的理解就會不一樣 就更加容易引起誤會 以上可以看到Emoji 並未能夠達到清楚表達發送者意思 提高溝通效率 避免誤會發生的目的 第二 Emoji無法出眾溝通 反而會影響溝通的意欲 現今世代下 在人人都用Emoji的情況下 是不是從中效應就會產生一個 不用就會變成沒有禮貌的現象 這種為用而用的心態潛移密化 就會變成一種壓力 Emoji未能為句子帶來任何意義 變得突压之餘 也會因為壓力而影響 進一步溝通的意欲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一開始提到 Emoji越來越普及 其實普及是否真的跟有助溝通有直接關係呢? 有方有否承認從中效果 普及是因為從中效果呢? 很多時候大家都迫著用Emoji的情況下 雙方也要思考用哪一個Emoji最為妥當 原本很快結束的話題也要花時間選擇 用哪一個Emoji而拉長時間 這些為用而用的Emoji就需要被理解 多一個符號要解讀的程序度多重 多謝各位 月方主辯時間為4分20秒 有超時需要扣分 請評判在你們的分子上面 扣分5分 超時5秒 所以扣分5分 然後就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月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 月方主辯會有一分鐘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在限時到達前15秒 會有一丁的提示 丁 時間到就會有兩丁的提示 丁 同樣都是像剛才那樣 如果有15秒之前 我負責丁一聲之餘 還有有一張紙 如果時間到 都是丁丁和一張紙 然後就會輪到 月方派一位台上便員 向甲方的主辯提問 如果甲方同學已經準備好 派出了一位台上便員發問的話 那你就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就向鏡頭示意 丁 丁 主席評判最高的位置 大家好 簡單的 不可以說 貴丁 我完全沒有任何表情 符合 有方同學 可不可以猜到 好嗎 貴丁 很高的 貴丁 是哪一種情緒 好 那 反方主辯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 沒有任何 有一點 那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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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有請月方的主便回答 你可一分鐘時間作答,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剛才有方同學就表示,其實是一個助語詞 而剛剛提到的感嘆號也有加強意思的用處 但有方同學你剛剛沒有提及到你會用哪一個文字去表達這個情緒 那既然沒有emoji是可以表達到這種情緒的時候 你又如何確保到對方是可以完整地接收 你的背後意思是想說,哎呀,喂呀這樣的一個情感呢? 好,接著輪到月方提問 請月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原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月方同學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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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方同學仍然堅持emoji是有助溝通的話 我方長久以來都有以下兩個emoji有迷思 很好奇這兩個emoji要怎樣用 怎樣有助溝通 第一,滿面泡泡是指冒霾還是沒有意義呢? 第二,粗眉眼鏡鬍鬍這個表情又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有方同學你又如何確保我理解的意思和你理解的意思是一樣呢? 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多謝各位 隔坊主兵有1分鐘準備,開始計時 謝謝大家 謝謝剛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特別觀看 謝謝工作 謝謝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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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有請甲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作答,準備好性向鏡頭示意 主席的情報,各位大家好,剛剛有康復我們 他有這個不理解的emoji,他舉了這幾個簡單例子 他說emoji全部都是沒有了溝通的,是否有少許影片概全的有關同學 而且我們再說,我們剛剛的影片也一直在跟你說 我們是用emoji配合文字,以上文是在推斷,不是單單靠emoji代替文字 當你有上文下你的時候,你的內部沒有emoji 或者什麼的emoji,又有多難解解呢? 好,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我想提出甲方,我不知道是我這邊的網絡問題還是 但甲方那邊,我覺得都很偏向是集的 即是說一句的時候,都有一些字是cashion到的 我不知道是我,如果是我的問題就算了 當然,如果是general 但我聽粵方同聽主席是很純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這個情況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可以做到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都有同樣的問題 對方都是有點走 我補充一點點,我的情況就不是很適合 但聲量不是很高 即是要控到電腦很近才能聽得到 好,那或者甲方同學,你們會不會考慮 如果出來說話的時候,可以走前一點,走近收音咪? 或者你們現在派一個人出來試試 如果走近一點,會不會聽得清楚一點? 是嗎? 是嗎? 你要先說一大段話 是 有方同學剛剛就質疑我們了 他舉出了兩個例子 說多兩個例子,他不理解這個emoji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好一點 好,那就拜託甲方同學 待會出來的三位同學的話 就可以站近一點 謝謝 好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了 現在有請甲方第一副面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主席評判就在各位大家好 有方主席評判完全沒有任何數據論證 究竟有多少人會對emoji有不同的理解 有多少人會誤會 請有方在下個邊位清楚地交代 現在我們用三條問題歸納雙方討論的重點 第一,文字表達 能否表達到情緒 剛才台上發問環節 有方問沒有emoji連之位 類似電影解 有方答非所問 就算用了表情符號 都不一定知道對方能甚麼 你不敢正面回應 是否你都知道用神文字表達不到語氣 要用emoji才能夠表達 就同樣 都是用一句位 接著眼睛水溫溫的emoji 就等於扭計 接著反白眼睛表情就等於不悶 直至表當 又開始便問你 不用emoji有甚麼其他方法表達情緒 有方不回應 是否要人類以後都放棄表達情緒呢 第二,表情符號能不能夠表達情緒 有方說不同人的表情 會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會引起誤會 有方的邏輯是 不能夠確保每個人的理解一樣 他還發現是無助溝通 文字都不是人人理解一樣 例如你打了哈哈 我都不知道你們真的覺得好笑 但是諷刺緊人的 是否文字都無助溝通呢 今年7月 Adobe有7000個美國用戶的調查顯示 更九成人認為 emoji有助理解文字的意思和感受 但emoji作為輔助的工具 是不會單獨使用的 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理解emoji的時候 都會用切文後理 兩人關係性格特點等去理解 因此造成誤解的情況 沒有那麼好牽 如果真的那麼容易誤解 為何還有八成人日日 使用超過90個emoji呢 他們是否好聲別人誤解他們呢 文字和表情互相配合 才能夠做到最有效的傳達訊息 2001年7月 在Adobe發表的調查顯示 有九成人認為 emoji有助理解文字的意思和感受 即使用了文字都能夠表達相似的意思 emoji都勒勝一籌 根據Atlantic Press 今年一月的發表研究指出 相比起他們的代表詞語 更容易被理解和接收 表情互好提供了多一個線索 理解語氣是容易了還是難了 第三 表情互是否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 事實上 一個特定的群組意 文字不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 只想像一個失業性的患者 肚餓的時候講Abi 眼睛的時候又講Abi 肚餓的時候都是講Abi 行情方向都是講Abi 我們根本聽不明白他真正的需求是甚麼 相反 這些形容事物的emoji 平常人而言是不會感上添 或者不會感上添花 對於有語言障礙的人 他是雪中送炭 不用emoji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 還是你覺得 有語言障礙的人 就不應該溝通呢? 有方剛才也說 不同地區的人對emoji 有不同的理解 會造成誤會 但你去旅行 都可以一樣做不同的手勢 但都依然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甲方第一副便 所用時間為3分0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月方第一副便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2分03秒 1分03秒 3分2 3分4 2分3 1分3 3分4 1分3 1分5 2分6 2分4 1分3 1分5 2分3 1分3 有方和我既然讲到文字会障碍沟通 那为什么由文字出现以来都没有消失过文字呢? 而有方和我又觉得文字会障碍沟通 而emoji是有助沟通 那为什么emoji都只是有方和我讲的辅助文字的工具 而不可以直接代替它呢? 有方和我今天讲到文字和emoji互相配合 无非都是假设在文字后面加个emoji 就可以更加完整表达信息 那就叫做有助沟通 但是第一,是不是所有情犯下多了emoji都一定是有助的呢? 例如情侣之间发送我爱你和我爱你加深深emoji 是不是前者就没那么爱呢? 后者多两个深深就爱多了呢? 说出了有方和我很直线逻辑 觉得多了些东西就必然是有助沟通 请有方和我回应,为什么少了两个emoji 对方就会感受不了爱意呢? 如果有方和我的逻辑去成立 是不是越多深深emoji就代表越爱呢? 要用无限的深深emoji才可以表达到无限的爱 大家听到都知道不合理 我方主编都讲过 很多时候单靠文字就可以清晰表达信息 令对方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有效沟通 根本无需要画蛇添足去加emoji才可以令到信息表达完整 有方和我又说怎么会呢? emoji明明就可以表达到语气表情 讲到文字好像表达不到语气 但其实不是的 例如我好累啊 这句里面有助语词 有感叹号 你一样感受到我已经好累 相反要表达我好累啊这句 你要用什么emoji才可以全神表达到语气或者表情呢? 第二,很多时候多了emoji反而是阻碍了沟通 我方主编都讲过 同一个表情果有不同的理解 于是出现误会 而这些误会是不必要 而且往往难以有共识 就好像主编讲过 使这个emoji的例子 你要祝福人 一句祝福你 就已经可以清晰地表达 但如果加上使这个emoji 日本人会觉得是祝福 香港人用就有负面的意思 有方和我说emoji有助沟通 那是要日本人去跟香港人 还是要香港人去跟日本人呢? 请有方和我正面回应 如何解决这个文化差异 再者,年龄,种族 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 不同版本的电话 通通都会出现误解 原本用文字已经可以清晰表达 加了这些emoji 反而会混淆视听 这些为什么会是有助沟通呢? 有方和我也说到 可以帮助一些 语言障碍的人士 但是其实 就算语言障碍的人士 用这些emoji去帮助他们 但是对方也未必真的 接收到他的原意 有方和我刚才也说 他要表达他的肚饿 那究竟 有方和我 他们要用什么emoji 才能表达他的肚饿呢? 那怎么才可以有助沟通呢? 多谢各位 隔方第一副便 所用时间为2分57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隔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性向镜头示意 我問過有方的一副 究竟有多少人是會因為emoji不同理解 所以會造成誤會 有方都不敢答 有方都沒有實質的數據去證明 是有很多人因為emoji有不同理解 所以就會造成誤會 第二有方跟我們說 不同年齡的人對emoji有不同理解 所以表情符號就無助溝通 所以有方都承認了 同年齡的人對表情符號 是會有約定促成的用法 其次不同年齡的人用文字 也會有不同的理解 例如是尿袋 對老人家而言 他們理解的可能是醫療設備 但對於年輕人而言 他們是用來表達外置的充電器 按照有方理的邏輯 是否文字都跟emoji一樣無助溝通呢? 第二有方跟我們說 文字比起表情符號更加有效傳達訊息 大家邊看的字眼是有作不是最有作 所以就算文字好些都不代表表情符號是無作 再者文字是否一定比表情符號好呢? 根據Atlantic Press 今年1月發佈的研究指出 emoji比起他們代表的詞語更加容易被理解和被接收 甚至對一些喪失了語文文蜜的失語症患者而言 emoji是他們溝通唯一的橋樑 沒有了emoji 他們連你吃了飯都說不出寫不到 又怎樣溝通呢? 第三有方跟我們說 其實不同地區的人不同文化的人都對emoji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他們就是無作溝通 首先有方承認了同一個地區裏面的人 emoji是有了他們溝通的 其次不同地方的人同樣都理解不到廣東話 沒辦法用廣東話去表達 按照右方你的邏輯 是不是廣東話都跟emoji一樣是無作溝通呢? 再者,今天右方標準過高 其實不可能可以做到右方所有的全球通用語言 而emoji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打破部分的語言格膜 表達到一些基本的情感和事物 例如是笑、例如是哭、例如是醫院、汽車等等 通通都可以用emoji去表達 反問右方如果emoji無作溝通的話 為什麼現在就會有這麼多的通訊平台引入emoji 他們是否想阻礙大家的溝通呢? 其實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們自然會對emoji的用法達成共識 emojipida2016年在Twitter發明 進行了一項關於用戶如何運用emoji的研究 反而有六成的用戶都將水果土這個emoji 用來比喻女性的屁股 反而emoji其實是有約定續成的用法 不是像右方說的那樣想怎樣用就怎樣用 難以觸摸 第二,我反覆都跟你說了 其實有九成人認為emoji是有了溝通 不過你依然要拿個別例子出來問 反正其實你要的是零誤解 但這件事文字都做不到 因為重點在於誤解是否經常發生 頻率會高度窒外溝通呢? 但見到八成人每天都用emoji去表達 但你說得那麼容易有誤解 為何那些八成人又不怕被誤會呢? 第三,說到尾其實右方就是錯判定位 從雞彈裏挑戰 左方主編都說過emoji 多謝各位 好,甲方第二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06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大家好 來到意福的位置 相信大家聽到有點亂了 但歸納上回的論點 其實今天的辯題成立與否 問的就是兩條簡單的問題 一,究竟emoji其實是否真的 都用於所有狀況都有助溝通呢? 有位同學你剛剛問我們 emoji是否會令到所有的 文字是否都會令到人誤解 其實有位同學先想清楚 你剛剛講的尿袋的例子 為何要講尿袋不講充電器呢? 但是emoji不同 文字有千千萬萬個文字 但是emoji只有2000多個 那你如何確保那2000多個emoji 是適用於所有的狀況呢? 不可以咯 但是我們的文字不同 文字有中文、英文、法文、日文 不同的文字其實都適用於不同的狀況 不如文字才是一個可以變通 可以改變的一件事咯 但是emoji不同 所以為什麼有方會覺得emoji的出現 是會幫助這個社會呢? 有方你剛剛講了很多不同的文件出來 就說很多人都覺得emoji會有助他們的理解 但其實究竟是否又真的呢? 不如我問回有方 其實有多少人是沒有被emoji不解過呢? emoji每天都出現新的emoji 其實是否真的有幫助呢? 第二 究竟emoji是否真的有助溝通 雙方更完整地理解彼此的意思呢? 有方你剛剛就說了 emoji又是幫助打破甲膜 但根據emoji官方表示 蘋果的表情符號 從2008年的471個 差一段之間有成2276個 不如想心塵吧 為什麼這10年之間 會多了這麼多的表情沒有出現呢? 其實原因顯而易見 就是因為連emoji的官方都知道 emoji本身的局限性很大 根本不能夠以偏概全 並不能夠使用的人 可以通過emoji 完整地表達他所想表達的意思 並出多些emoji 假裝給大家有多些選擇 但世界上有千千萬萬樣東西 到底要出多少個才夠呢? 有方的同學其實也承認過 在溝通的構成會有誤解 甚至表示誤解都是溝通的過程 但是所謂你們那個約定續成 要約定續成多久才會約定續成 當你今天和你的朋友 去理解到同一個emoji的意思 達成了共識之後 其實明天emoji的官方 又可能出了一個新的emoji出來 其實這樣搞法 是不是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和你溝通這個emoji 為什麼官方出了新的emoji之後 我們再去想呢? 為什麼不直接用文字 簡簡單地表白你當刻的情緒呢? 比如說我不開心 我就直接說我不開心 我肚餓 你說我肚餓 為什麼用這些打鼓的emoji 下面的emoji呢? 其實文字 單單有文字 其實已經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根本不需要emoji 這件事 令到整件事複雜化了 所以右方在同學 其實一直以來的邏輯 都是有一點問題的 而右方剛剛都有 就著不同的位置 在全體 就著不同的位置 去反駁我們一副所經的東西 其實剛剛右方那個 例如年齡 好像剛剛尿袋的例子 其實尿袋這件事 是我們現在這個年齡才會說的東西 但其實它以前的年代充電器 不過我們才有 但是尿袋換個說法 在emoji裡面 有沒有尿袋的emoji呢? 沒有 所以其實emoji 同樣道理 在跨年齡層上面 都是沒有用的 都是依然有代區出現的 所以有方的同學 不如好好把握你最後的時間 完整的向我方論述 那emoji 如何在所有狀況下 都能夠確保 好,對方可以原始地接收到你想給大家的內容 多謝 四米 四米 請問雙方聽不清楚 好 那你會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叮 各位大家好 右方矛盾 它一方面在論點二跟我們說 emoji無謂句子帶來任何實際作用 另一方面又說人們會因為使用了emoji 而錯誤理解句子 到底emoji在右方同學眼中 對溝通是有影響還是沒有? 再者,右方口口口聲聲說 用emoji的話 那些人就要花時間找 又有從中壓力 會因此而越來越抗拒和別人溝通 那我想問問你 如果些人因為emoji的出現 越來越不想和別人溝通的話 WhatsApp引入了emoji已經超過10年 這10年間少了多少人傳送信息呢? 多謝各位 好 現在穴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 開始計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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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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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本身已經有了語氣詞 以及已經有了標點的情況下 加這個表情符合究竟是否一個必要呢 我覺得你們舉例子的時候 可以避免舉一些有語氣詞 或者已經有感嘆好的句子 你們可以舉一些很無靈量 可不加圖文章的話 就理解不了它的意思的一些例子 我覺得會更加清楚 這個就是我覺得正方方面的一些東西 還有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今天反方設一條主線 其實都合理的 你們一開始說了 然後記錄你們說傳送者 對呀,正方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投入背景的時候 因為其實正方作為 其實你們是有一點要投入背景的責任 就是你們寫的時候 其實我預期你們是要多說一些背景的資訊 就是為何會突然出現呢 它出現的時候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我會想聽多一些背景 反而這個背景的知識 我們在反方也聽到 反方我覺得做得好的就是 其實你們的背景保持得不錯的 你們說了很多背景的資訊 你們有一件事 其實我本身以為你們後期會長一點說 就是你們說傳送者、接受者 和你們說第三個就是溝通 因為你們最後比較常用的就是 說他們誤解、誤解、誤解 但是你們又有 就是你們會不會可以真的在 就是你們既然都說到 傳送者、接受者和溝通過程 你們會不會真的可以說到 傳送者如何可以在表達不當呢 接受者如何會理解錯誤呢 溝通的時候究竟他們的障礙在哪裡呢 我覺得你們要說清楚一點 還有你們反方也有一個問題 在主變的時候就是你們的例子 直接是沒有 你們用了很多叫做撤例 你們沒有一些資料上面的東西 我會想知道的就是 例如你們第一點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你說同一個文章不同的理解 但是第二個點 你們既然說會影響溝通意義 說是為用而用 那我就會想知道 究竟有多少人跟你說說他會影響溝通意義 有什麼調查跟你說是很多人是為用而用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就是你們自己說出來的 但是沒有任何的事實 或者沒有任何的論據去證明這件事 所以我就會疑惑 那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就是你怎樣可以知道這件普及是 大家都喜歡用 還是大家都為用而用 因為正方有說的 九成人都覺得他有效 那你怎樣駁回去 這九成人都是為用而用而不是覺得他有效 那我會覺得你第二個點就是 有這個問題 還有你們今場反方有一個比較大小小的問題 就是你們主線的追蹤 你們追蹤了第一個點 你們沒有怎樣追蹤第二個點 但是其實第二個點是挺特別的 我覺得如果你們第二個點 你們沒有什麼特別的例子 或者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論證 你們會不會考慮一下 你們會不會轉一轉其他點 例如如果我眨眼這樣想 我會想的就是 emmoji會不會其實 除了誤解之後 會阻礙大家的表達能力呢 我們就是 經常都emmojiemmoji 不打折了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看過就是說 有些人真的有調查 其實emmoji會導致他們的表達能力降低 這個其實會不會是 反方其實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思考一下 這樣 還有我會覺得 後續今天 反方你們去跟那條線的時候 主要就是做了事情 就是 你們答應別人的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一點直線邏輯 就是你們明明已經寄了很多例子給你了 就是已經跟你說了 是九成人贊成 我就說 我聽到一個比較有趣一點 不記得是誰跟我說的 他說 蛤? 那麽? 你們說這些例子 你們說他們有助 不代表一定有助的 但是我就會想 既然你寄到他不是有助 那你會不會給到資料 我說他是無助呢 你不是說一句無助就會分給你 因為其實反方已經舉了幾個例子 跟你說了 所以我會說 其實今天 反方那個 主要的問題就是在於 其實 跟著主線的位置 以及你們的例子 其實 要找多一點 就是我都明白 今場的反方那個狀況會難一點 但是我會說 其實你如果主線沒有例子 你後期其實都跟不上你的例子 由你的副位 又沒有給出一些很 平均的例子 你們全部都是一些徹例 那你們好像用很多那些 例如你們整場用了一個 我聽到最多的就是日本那個 日本那個 你們說那個屎 你們說那個屎是中福 那我就會想 那你 如果你真的 日本人跟香港人說話 那我預期 其實 日本那個人 你們之間有些文化差異的話 其實無論是文字上的文化差異 那些文字都會有 但是 如果這個時候會不會是 其實正方有沒有想到 就是說 其實他們 都有一些是 國際通用的一些文字 那這些都是一些大家都會用的 就是大家今天 究竟你是要 就是今天 反方其實推到很盡 你們是要說 文字是代替了它 或者文字要全部的場合都適用 但是其實對方 其實今天主要的那個位置就是 我輔助而已 我又沒有說我要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用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 沒有一樣東西是 就是沒有一個溝通手法 可以全部人都可以 哇 很舒服的溝通 其實不是 但我們要找一個是 比較有效 或者比較有效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反方其實 就未必需要推到那麼盡 那我就覺得 今場雙方就是存在這些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的評語 好 多謝烏評判 和三位評判的評語 那現在呢 就去到宣佈賽果的環節了 那在公佈賽果之前呢 首先為大家公佈 今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獎項 那今場比賽最佳辯論員 得分相同 就一共有兩位 那經過計分之後呢 就會有較多30分的 那位同學呢 就是最佳辯論員的 那那位 今天最佳的辯論員呢 就會是 正方結辯陳柏蓉同學 好 那現在先為大家宣佈賽果 那今天的辯題是 運用表情符號有助或無助溝通 由隔方交落薩書院 對粵方播度會書院 正方得票為3票 越方得票為0票 賽果為3比0 由正方勝出 那恭喜 那這場比賽呢 就到此結束了 多謝大家